伸名鳥叫 夜晚走进设计展的环境步道 来一场声音环绕的沉淀之旅 轻轻地摇摇头 跟着屏东县长潘梦安 体验里面的新奇科技 10月20号以前来屏东玩 推荐一定要来这儿 来屏东看烟火还可以怎么安排呢 其实到台湾设计展这里 就可以让你有很多惊艳的地方 国庆烟火的拉台 让屏东周边的观光呛呛棍 预计各地会有爆量旅游人潮 我们10月10号目前都已经客满了 旅游胜地小琉球早早就传出 国庆廉价一房难求的消息 民宿激进客满状态 到时候东港码头住民的人龙会再出现 但日可上看一万五千人登岛 廉价比较多 然后他们都会想要住三天两夜 对对对 所以是满的状态 对是满的 为了看烟火 大家安排到南部玩 高雄的订房量也有增加现象 新绝江商圈中的民宿 老屋改建的特色建筑风格 搭配美味料理 让年轻人和背包客觉得CP值很高 交通的话就是靠近中央公园 那算是蛮便利的 所以对背包客来说是蛮方便 屏东县府估计国庆烟火当天 会有超过20万人次涌入 带来超过2亿6千万的经济效益 加上周围住宿会达到5亿左右 应该会有2亿6千万左右的经济的规模 这是一天啊 那我们相信如果来看烟火的话 因为毕竟它结束之后 还有可能会再住 那如果是有住第二天 有住宿的话 我想那个经济规模 可能会达到5亿左右 延续上半年台湾灯会的热度 屏东县府接着争取到国庆烟火 这些施政不但让潘梦安县长 获得杂志评比的施政满意度调查第一名 更是大大提升屏东的能见度 带动观光 让屏东人为此骄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